哈囉 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紙箱手作 我是Zoe 今天呢 是一年一度的文具展 那原定在7月舉辦的文具展 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遲到了10月 我心心念念的文具展 終於來了 那我這次呢 會介紹8個品牌給大家 其中呢 還有包含了大家最喜歡的鞋雞達 那時間快開始了 我們趕快去排隊吧 耶 我們來到了第一個攤位是歐文 那我在影片中呢 已經出現歐文的修正袋很多次了 我們來看看他們文具展的攤位長什麼樣子吧 登登 這次呢 有一個超級有趣的遊戲 就是扭蛋轉起來 那他們有兩個方式可以玩他們的扭蛋 第一個呢 就是追蹤他們的Instagram 並且拍照送傳打卡 第二個就是買他們歐文修正袋的產品 就可以轉一次 那我剛剛已經打卡過了 我現在來轉轉看 那我完成任務呢 他們就會給你一個代幣 然後把這代幣放進去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扭蛋耶 天啊 我想買一個在家裡 那我要打開囉 喔 按鍵式的修正袋 好 我抽到了這個 那剛剛攤位的人呢 告訴我說 他們裡面還有這個 這個是限定版的 好可愛 然後還有這種 他們的T型 接下來這一區呢 是歐文 在12月即將會上架的新品 搶先看 那這次他們推出了非常多分 嫩色系的修正袋 我覺得這個灰色超級好看的 很沉著 那歐文的人員呢 告訴我說 這幾個呢 都是限定的 如果顏色賣完了就沒有了 大家要把握機會 12月的時候到各大文具店去看看吧 好 那我們看完歐文的修正袋之後 我們去下一間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歐文對面的攤位 龍和 那龍和這間公司呢 帶領非常多的品牌 像是有日本的血吉達 還有馬路曼 然後呢 德國的UHU的膠喔 以及輝博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血吉達的區域 那這裡呢 是他們兩年前所推出的硬台 那最近呢 有推出了五個特殊色 分別在這邊 有幹青色 木賊色 芡色 紅眉色跟蜜乾色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呢 目前現場有的顏色只有幹青色跟紅眉色 另外三個呢 目前缺貨中太可惜了 那下面這邊還有他們舊的系列 那血吉達的對面呢 就是知名的日本素描品牌 馬路曼 那這個呢 是他們六十週年的限定款 一本才一百塊而已 簡簡單單 很可愛耶 好 那我在手作的時候呢 經常會用到黏膠 要去黏貼金屬的吊飾 或者是木材等等的 那如果是美國的品牌呢 大家一定會想到3M 那如果是歐洲的牌子 一定會想到這個 德國的UHU 那這個黃色的外型呢 大家一定非常不陌生對吧 都有看過 但大家真的有用過嗎 UHU的口紅膠呢 是環保無毒無酸的 我只要聽到無酸就會很開心 因為無酸呢 就是不會泛黃 不會變色 那這一個呢 聽說務實也不會有問題喔 不過大家還是不要輕易嘗試比較好 那口紅膠的版本呢 比較常應用在紙上面 如果大家是要黏貼其他的素材的話 比方說我剛剛提到的金屬和木頭喔 他們還有專業的其他的黏膠喔 看看在這邊 這邊的專用膠這麼多種 到底要怎麼樣選擇呢 這個時候呢 就要參考這一張 用膠對照表喔 那比方說呢 你今天想要用金屬黏在紙板上面的話 就可以使用1號或者是2號的膠喔 那這些真的是非常的豐富的使用方式 大家一定要參考這個圖來做對照 好 接下來這一間呢 是來自韓國的插畫家品牌 MISTER DO NOTHING 那我覺得他的圖呢 非常的可愛 就是日常生活中 我們在耍廢啊放空的樣子 接下來這一間呢 是來自台南的明安美術 那我上次介紹了 位於新北永和的德輝美術之後呢 感覺大家對美術社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一直呢 都想找一個機會 去台南的明安美術介紹 沒想到他們這次 居然來了文具展 那我們現在進去逛逛吧 這裡呢擺了非常多專業的美術用品 像是這個是壓克力 那如果有遇到不會的產品的話 其實這邊的工作人員非常的多 只要問他們 他們都可以非常有耐心的跟你們解釋 接下來這一區呢 是明安美術的工作人員 剛剛推薦給我一定要使用看看的素材 這個是油性粉彩 那聽說呢 是從去年在韓國開始流行的風潮 那台灣的創作者漢克 也有用這個油性粉彩來做作品 其實我也蠻想試試看 在用更多的材質去做手杖看看的 所以我可能呢 這個也會回家試試看 然後之後再開箱的影片呢 看大家介紹如何使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呢 是來自台中的 Restograve Museum 他們是做孔版印刷的 那我之前在IG上面看到他們的作品 真的覺得驚為天人 超級無敵好看 那大家都可能聽過孔版印刷 但不知道孔版印刷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這有點小複雜 所以我們就請專業的人員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耶 歡迎小萍 哈囉 哈囉 妳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 可不可以簡單幫我們介紹孔版印刷是什麼 可以 就是孔版印刷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跟 捐印跟版畫它是一樣的 就是像我們可以知道 版畫都是刻的嘛 那它都是一色一版 就是你刻完這個版 就只能印一個顏色 那孔版印刷也是一色一版 只是它是機器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一張圖 它就是我們的孔版印刷的機器的圖 對 所以我們進的話就是紙張 就是從這樣子進去 那一次是印兩色 比如說我們想要印三色的海報 我們就需要製作三個檔案 對 那像我們店的話 就是總共有23種顏色 你可以選 那想問一下 這次展覽中 有什麼一定要看的作品 有一個我們就是 最近剛新進的季賣的作品 連店面網站都還沒上架 現在只有文具展有 它是勇字八法的一個印章 這個我知道 對 它是勇字八法的印章 它可以印出所有的繁體中文字 它裡面就是會附一些席題 就是你可以 稍微跟著它的這個席題練習一下 要怎麼印製這個字 對啊 然後我們現場也有放筆記本 你可以在現場 我們可以直接練習這樣子 對 然後再另外的話 就是我們的牆面上貼的海報 對 我們的海報 都是我們自己的設計師 設計 然後製作的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星球系列的 真的很好看 對 星球系列就是非常熱賣 是我們的店裡很熱賣商品 真的 超愛天文 對 尤其是這個月亮 那是月亮賣的比較好 對 月亮跟地球賣的最好 那請問這幾種之中呢 哪一個是顏色用最多的 顏色用最多的是地球 因為像月亮你們可以看 就是這個是黑紙印白末 那月亮的話就是總共印了五個顏色 對 最後是疊金色的末上去 就是變成就是沙漠這樣子 所以就像這個五色 我們就要製作五個檔案這樣子 對 很不容易 對 對 UNI又推出了最新的抗烏千星 那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在寫字的時候手磨到 就會變得糊糊髒髒的 那如果用了這個呢 就不會發生像這樣的事情 而且他們還推出了各種的深淺喔 從4B到F 任君挑選 這一件呢 是位於入口處的第一間比方 他們居然有上架 AMO最新的射筆 它射筆系列耶 三個顏色都有 而且可以現場使用看看喔 好 全部都逛完了 那我這次呢 買了非常多的東西 那這一次的攤位呢 人潮沒有像以往那麼多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來這邊 而且不用人擠了 那下一集的影片呢 或者是開箱這次文具展買的東西 那就敬請期待囉 我們明年見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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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